台北市而已 我比較擔心的事情是 中央怎麼辦 國防部 經濟部的 現在我們這樣講 國防有個馮氏寬 經濟部現在有電力的問題 因為核電還沒有 核電到2025年才能結束 核電還沒有結束 但是問題是在新北市 這些核電的廢渣 現在是用水泥封住而已 經濟部怎麼辦 他現在電力自由化 考驗問題也蠻嚴重的 好 勞動部一例一休完之後 現在颱風要入駕 又來了 上次要說要調薪 就只調了一千塊 好 勞動部出了問題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結束 交通部看樣子 問題也蠻嚴重的 不是嗎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林權又很生氣 因為內政部也失火了 易希啊 二十二號的內政委員會 連招委都忍不住動怒 內政部次長花敬群 拋出三十年老屋買賣 得先附上健檢報告 讓各界嘩然 連行政院長林權都非常不滿 一個公共政策 是需要經過好幾個程序 需要去討論 同時也要經過外界的溝通 所以那個部分 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政策主張 可行性其實也有很多地方 需要再去檢討 部會又捅樓子 讓林權得要親自滅火 尤其在與綠尾的便當會上 林權更直接打臉花進群 承諾老屋見檢會和獸屋脫狗 內政部的大嘴巴搞出一個大烏龍 然後讓大家大感冒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院長 對於這個整個行政倫理的要求 我相信內政部應該要聽到了 這個新政府未來 所有政務官說的話 所有的新聞媒體要確認再確認 終究很快的會讓這個民眾 對於這個新政府失去信任 藍綠立委全都反彈 更質疑政策不成熟就說出口 曹帥發言自然引發爭議 只是新政府上臺以來 首長們宛如自走炮 也不是第一次了 林權難道管不住下屬 我講過要獨當一面 但是一個公共政策行程 本來就是有一定的程序 這個公共政策不可能 自己關起門來做 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我們的公共政策 一定會有走這個程序 林權重化要求 各部會好好溝通後 再研你討論 免得不知哪個部會 又來個政策突襲 讓大家措手不及 記得派同務院太報道 是我們從這個端午節 又不到這個夜間收費 接著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臺北在桃園航空城淹水 然後到底是怎麼回事 接著華航又就是出事了 然後沒多久呢 又來了就是我們說的 這一連串的事件 到這個趙鋒案 目前還燒到金管貨 我剛剛漏了一個單位 金管貨政部 這兩個難道您全部要趕快 現在立刻馬上把他們所有人 全部抓出去 不是斃了 就直接把他關到這個 就是就是非公務職 就是這群人 那為什麼現在還讓那個 那個林中原 還是這個土地銀行的董事長 他是當時國庫署的署長 事情都跟他有關 你知道當時這個張盛禾 去東吳大學 這個教書的時候 林中原跳出來 跑去幫忙這個剪彩 完全不知道他國庫署 已經鬧了這麼大的事情 我不知道這是十面烽火嗎 可是現在問題就更大 我們來看這個消息 我現在要請到市委 你看這個事情來 簡單來說 這是聯合報A2版說 花進群被釘了滿頭包 臺灣不可不知的 休斯底里的陷阱 就是說臺灣現在是不是 問題很多 好這個好就這樣 就是滿頭包 好接下來這時候 這個花進群的開口 這個口快惹禍 隔魁跟部長都要滅火 我看我們今天林全真的是忙死了 他只光滅火就好了 他什麼事都不用幹 一天啊滅火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事情 他都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理論上 花進群哥哥 應該之所進退吧 結果沒有 你來看一下 他還回答這句話 他說方向正確 但虛心接受 全部人五十個立法委員 所有的人都在替他貪 在那個扛責任的時候 他講的話是什麼 方向正確 但是你們你們對我的責難 我們昨天講了一個多小時 就好像那個拿石頭打水漂 一去不回來 他說一句話叫做虛心接受 好大的官威啊 官威啊 傑民哥今年四月份 農委會準主委 曹啟隆接受這個電臺的訪問的時候 在講美豬議題 還有農委會 有沒有在講美豬議題的時候 也是一樣方向 未來就是要這樣走 我還要加一個 農漁署當時去太平島罰漁民 大家質疑了之後 他說虛心接受 一樣的 張景森在臉書上面寫的時候 也是一樣 政院發言人也就打臉 那你今天花進群次長 你講了這個老屋見解的事項 好啦 你見解完之後 配套了 結果昨天各報頭版頭 然後基層的這些民眾 大家不之所以然我想請問一般我們要蓋房子的時候 申請建造完成了之後申請使用執照 然後結果你現在跟我講說三十年 未來如果這個屋齡三十年 然後要買賣房子的時候 必須要屋齡見解 那我請問公務機關的一個房子 保用六十年 如果要翻新的時候 說必須要六十年 清元議員在這邊 是不是六十年 才能夠把它拆除重建 結果你現在跟我講說 一般民眾的房子三十年 你必須要做見解 好了 那如果見解 這幾年 我相信昨天到現在 大家都有在探討 如果是十樓的房子 五樓我要賣 我見解 那整棟不用見解嗎 這我要補充 對不對 相關的配套告訴我們 不要說一個小子 叫老爸生生一個小子 大家急 急了之後 然後你講說虛心介紹 你剛才說那幾個案例 他基本上都是只有影響到少數人而已 所以他們說虛心介紹 我覺得可以 這次是連林權都要站在火纖上面 連部長都要站在火纖上的時候 他竟然是這樣 還在繼續講 他方向是正確的 就是你罵我 你們林權說不對 你們部長說不對 是你們不對 是老自我花進群 方向是正確 是你們無知 你們無能 這三百八十萬 包括我們這些笨蛋 這些媒體人 你們無知我的方向正確 但虛心介紹 來 這個我要講 慶元 這個事情真的跟台北市政府差不多了 我跟你講講 這個花進群次長 如果還講他方向正確 那還說虛心受教 我覺得他應該辭職謝罪 我應該跟民進黨的中央的 這個執政的 這個包括總統 包括院長 包括立法委員們 特別的警告 因為花進群講這個話 他等於是掀開了一個潘朵大的盒子 什麼意思呢 裝穀物的買賣 以後他講了 裝穀物買賣 也就是差不多三十年以上的 以後買賣 花進群說 以後要在買賣的時候 要付漸檢的資料 漸檢的證明 他講出來以後 結果同政員拜一人竟然說 沒有沒有 我們只是鼓勵性質 然後過來過來 林全又講了說 不以為人 雖然不以為人 不過林全也覺得說 大家都認為他利益良善 還是幫他講了兩句話 利益良善 我講白一句話 就算今天內政部不做了 立法院最後經過質詢以後 也不做了 就算是鼓勵性質 參考性質 我講白了 從今天起 所有我要去買三十年以上 老屋的消費者 我會不會要那個代銷業說 請問你 我要漸檢證明 一定要啊 對不對 那你不要的話 對不起 我不買了 我們昨天節目上就說 搞不好我已經要簽約了 就是房子三十一年 漸檢報要先拿出來 因為這句話 已經產生了宣示效益 你沒有實施 其實已經實施了 那我想請問你 你內政部 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說 你把這種事情丟給 買賣雙方去廝殺去死 我今天臺北市 我臺北市老屋健檢 資格跟補助標準定的 非常清楚 他是健檢不是 那個健檢是一戶一戶 說我要賣這一戶 我健檢這一戶 我們臺北市是健檢整個社區 我們兩位就說 整個十路 你不肯只健檢一間嗎 臺北市老屋健檢是 針對這一棟房子 我有給你初步評估 還給你補助 詳細評估的話 還給你補助 你要修善補強的 我還給你補助嗎 好 三重送 我們現在正準備送到議會 做一個審查 法規的審查 這法規審查 今年今年就通過了 通過什麼呢 說臺北市的外壁牆 外壁市 只要是老屋的話 他有時候掉磁磚 對 有時候玻璃圍幕牆 也會掉 現在立法院正在弄磁磚 我們現在議會正在審 不是六十年嗎 等一下 我們研議什麼要多久要 必須診斷一次 這也是整個社區 一動一動來 好 那麼市政府也規劃了 你要花多少錢 我舉例來講好了 可能要花到 有的要花兩萬到十二萬 到十五萬到二十萬 那問題是政府要不要補助 有 我們臺北市政府訂出補助標準 我要講這句話 就是說 你告訴我 也是說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給花旗群看一下 剛剛我們其實 這個慶元不是在說 臺北市多麼的這個 就是這個列明 是一個案子 對不起 就是四個配套 我要配套 還有配套 你還有一個問題 以養 以房 養老要不要處理 這個都更你要不要做 這個怎麼會是一個 內政部市長說就做就做了事情 所以委員 真的 委員 等會我要請教一下 民友 還有美美 真的是要叹一口氣 我們本來期待說 咱們這個蔡英文 在總統上來的時候 會找出一個優秀的林權 結果沒想到 無理賠說對了 這個是幕僚人 他不是戰 不是這個將軍 你知道將軍在結面的時候 威風頂頂 後面那些小兵 每個人都是小心翼翼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看大將軍出巡的時候 後面兵都是小心翼翼 現在不是 是立言出來的時候 後面的人比他更囂張 我這樣講 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來 他說請你管好嘴巴 結果他說我方向正確 再看一次 他說他是林權 他說請你管好嘴巴 結果他說我方向正確 那到底是 他的管好嘴巴 是管好林權自己的嘴巴呢 還是林權你的方向不正確呢 然後現在要加一條 我這邊還有一句話 用嘴治國各吹各的吊 這是哪個報紙 中國時報講得太狠了 我誤用報紙 好 誤用報紙 但是我要說一句話 如果改改另外 現在狀況這樣子 韋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到 現在是名嘴治國 沒錯 名嘴治國 沒錯 我這樣講不誇張 因為事實上我認為柯文哲 為什麼要讓那個蕭老師回來 我認為名嘴治國是原因 我擔心是名嘴治國 所以現在名嘴已經在 凌駕於林權之上了 因為他自己也找名嘴吃飯 你再怎麼樣 你也不應該把名嘴找過來吃飯 到底是名嘴當行政院長 還是林權當行政院長 名嘴沒有當行政院長 但行政院長也也不是 不可能當名嘴 但是我覺得其實有一個事情 必須說清楚 大家記不記得 國王的心意的故事 對 當國王心意的小女孩講說 哈哈哈哈 國王沒穿新衣 那是南向政策 我們看到了這個東西 可是問題沒有看到什麼 小孩子 小女孩講完 這句話搞不好就被拉出去 斃了 所以說這個沒有管好自己的嘴巴 是要掉腦袋的 對於這個花敬群次長來講 就是說他的誠意 或是說剛剛這個市委講 說政府的那個公公部門的建築物 六十沒有六十年不能改建 但是沒有滿六十年 沒有可以拆除的原因是什麼 當你發現結構不安全 對 你已經很重要 圍樓什麼 所以沒有滿六十年要改建 所以原則上是要延續 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發現到房子要改建了 結果發現到我用新的都更進去之後 我原本二十五坪的房子 只剩下十三坪可以居住了 所以我就不要 就不要改建 那這不要重點是公設問題 重點是現行法規 現行法規是能夠到六十年為原則 中間沒有沒有有問題的才要改建 你現在的花敬群的情形 只要超過三十年都要付 這都推定你為危險的 所以除非你證明你安全 這造成多大的名利的這個金黃 或者尤其是所有的人 你剛剛講了 本來要簽約的老屋的三十年 不是老屋 一定想 那你像內政部的立場 是不是反正過三十年 都是危險的 除非證明你是安全的 中介就關了啦 這樣講比較快一點 那對市場的衝擊是超級大 不是 我要講就是說 內政部市長花敬群 講的話最嚴重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我中國三十三十年以上 要買賣 必須要付 健檢資料 請問你我一個人去健檢 像我們的主持人去健檢 你到醫院健檢 你也可以付 我只保證我未來這一個月 不保證我未來二十年 你可以花六千塊做健檢 也可以 你可以花六萬塊做健檢 再詳細一點 十幾萬做健檢也可以 還有都八十萬到一百萬的 我想請問你房屋健檢的話 也可以兩萬塊健檢 也可以五萬塊健檢 也可以二十萬健檢 也可以一百萬健檢 那我請問你花敬群 他要求的是做到什麼程度的健檢 也沒講清楚說明白的 我的重點來了 美美 我現在就要問這問題 現在真的是 我真的無意去找新政府任何麻煩 我相信大家也不希望 從我嘴巴裡面去找出新政府麻煩 我們過去都希望是政府是好的 但是我真的要講一句話 是事實在這個地方就是 花敬群是內政部次長 你的貴先龍是金管會副主委 你會發現到這些所謂的官雅裡面 這些所謂副主管們 一個比一個嘴巴見 然後接下來事情造成這個結果 他們當作是隱形人 那也就是說今天不是部長有問題 是連次長這種附屬單位 他都有問題 那我就要問一件事情 民進黨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我老實說 而且我開場白的時候 我去高雄找位非常迷惱非常重要的人 他就說一句話 這個是一個多頭馬車輪破車回 真的 因為我覺得領導人最重要的是 他的核心能力應該是用的能力 世人之名 我先說 像花敬群 他是有 他是屬於那種 不只只有他 因為有社運團體出身的 都是理想很高 誠意很高 但是角色轉換的身份 我覺得他其實沒有調適得很好 比如說他那個講話 在研討會講話對不對 但是對不起 你現在不叫花教授 你叫花次長 我們有那個副署長 對不起你已經是副署長了 你不是以前的那個律師了 所以你應該內閣的步調一致 但你看到轉換的過程 環保護署副署長直接對高雄開炮啊 然後高雄台北市議員 對環保署長開炮 這個是一種類型 就是說完全 他政治上完全不熟悉 他真的是轉換的很糟糕 他也許理想性很高 那還有一種是什麼 我昨天就被人家笑 你們那個一百分一百分 我想一百分是什麼 原來我們的國防部長 他在回我國防部長說一百分 這個就是公園少一根筋 我講真的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政務委員 也有被我們的行政院 發言人打臉說 那是他個人的意見 這不是一次 每每我的總理會在這裡 那林權怎麼辦 林權怎麼辦 無理陪都講得很棒 講得直接了 他只是一個幕僚人員 他不能當主管 大將軍在前面的時候 後面的小兵應該安靜 那所以我反推 當這些小兵都開始 雞雞掛掛 雞雞掛掛的時候 表示將帥無能 如果是四次軍團 領養領導的 那也是變成綿羊軍團 所以老實說 林權 我覺得這個院長 我就以這件事情為理 勞務見解 他昨天倒是很明快 他講什麼你知道嗎 是 跟買賣脫鉤 服務性質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如果是這樣 你就要很用力的宣誓 以安民心 就是說你要做的東西 你要很用力的去溝通 很用力的策略講出來 不對的人 該換就要換 你不要不對的人 你還放在原來的位置 繼續放炮 又或者說不對的政策 你該講的沒有講清楚 那對不起 你當斷不斷 你反受其亂 美美 你說的真好 結果好不容易林權就生氣 他對台電生氣了 美美 這一生氣 一千人要上街頭 美美 怎麼辦 你告訴我怎麼辦 他該生氣不生氣 他生氣的時候 一千人的台電就要上街頭 然後現在有一個電視臺 那個七點 晚上七點到八點 那個我們 我延長商那一台 有沒有 就開始全力轟他的台電政策 林權是怎麼樣 現在被逼著說 沒有啦 我們又要加電費 那不是十面 十面烽火 那叫屁股都著火了 所以在這裡面 就是說 台電那些員工 為什麼上去 林權的講話 有時候自己都講得不清楚 這個他自己要檢討 那有些政策 我必須要講 這個政府 讓我覺得最不能理解 是有些政策 比如說配套不成熟的 你不要急著講 結果你講得很快 有些東西 你一定要明快要速斷的 一力一休到底什麼東西 趕快跟我們講清楚 到今天還講不清楚 所以我不曉得 為什麼這個政府 已經就像你講 好像輪流著火了 你知道嗎 那如果說你還看不到 問題的所在 那我坦白講 你如果頭痛一腳 腳痛一頭的話 恐怕恐怕 後面還有很多的災難 不是 傑明 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看出來就是說 現在林權政府 或者蔡總統 來 四位 不好意思 叔叔叔 對不起 仁俊 我都要問你 因為關鍵的問題要問你 你先幫我 我把他念完一段 然後我再把你問下去 因為我們這樣講好了 算了 林權旁邊這群人 就讓他們廢吧 我也沒辦法 因為這是林權的問題 只有小英才能決定 那英跟全現在綁在一起 因為可能根據週刊 他是要對抗難霸天 好 這個我不管 這是你家的事情 謝謝 謝謝